3 2 3 2 2 包括思想空間 真的 也就是說彼此多少 都會有一些秘密 你都知道 因為有時候會就是喝很多 然後喝到 然後我沒有辦法回家 妳少來 她每次沒回家 她都說 對 店裡怎麼睡 我不是睡店裡 不是睡店裡 那你睡哪裡 我是跟女生的那個一間旅館 什麼啊 莫男再罰你一個人 因為她就做短的啦 什麼 不要再害她了啦 不是啦 這個東西都是可以掉露營袋子 我們今天就不要問 我等一下就去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住那裡 好 沒問題 妳要問她怎麼突然冤要去住那裡 每兩三個月會出國一次 她一直跟妳欺騙說 是要帶客戶去 其實90%都是一個人去 那做了什麼 做了就是妳晚上打給我 先收回飯店 你更慘 好 貝斯曼完之後就再出門了 夫妻一吵架 我到人家家裡去把她通通講開來 到最後的結局 永遠都是 對啊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久違了… 對 我們常常會看到 夫妻一起上節目 但是 單元真的很有意思 對 可是這已經是我們的經典了 所以他們也來報名說 拜託 有些事真的讓我們來講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小明星又要幹嘛呢 又幹嘛 這個太可怕了 又要告解了 夫妻之間必須要互相留有一點空間 包括思想空間 真的 也就是說彼此多少都會有一些秘密 不要管那麼嚴嘛 對不對 今天來了四對 四對 等一下 這是告解的大平台 給妳滿滿的大平台 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是 歡迎珍妮姐好 希德哥 在外面要先介紹老公 你沒禮貌 對啊 第二對就是什麼 婉妃 不是一樣的意思 你邏輯很奇怪耶 你已經錯了 我就陪著你一錯再錯 是這樣子規定的嗎 本來就這樣 歡迎East N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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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芷妮跟秀琪 哈囉 哈囉 首先我們真心話要好好的說明一下 難免會有秘密嘛 對不對 對 沒有關係 敢說你沒秘密嗎 希德 妳看起來就有很多秘密 真的嗎 感覺神父很兇 就希望妳今天把秘密都挖出來 我是也想知道 很想知道 甄莉 我跟妳講 當中就妳老公看起來像重症 真的嗎 秘密 女生在那邊 妳們有存… 曾經有些什麼秘密嗎 有被發現過的嗎 我沒有啊 妳剛剛不敢講 我沒有啊 不敢講 說謊的感覺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我有秘密她都不會發現 對… 這也是夫妻之間 保密的很好 保密防禮 對 我知道現場有一位是 有秘密根本瞞不住的 就是Vivi姐姐 真的嗎 她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就已經認識她了 我雖然那時候年紀小 但我也看得出來 人傻跟可愛 自然是屬 可愛是有區別的 她曾經跟我講話 講…講喔 講完 剛剛誰擠我痘痘 剛好主持人把她痘痘擠完了 然後她還在 剛剛誰擠我痘痘 那邊講話我在洛杉神經出了 對… 她完全遲鈍到一個地步 是不是常常不小心說溜嘴什麼東西 說他啊 對 對啦 沒有 她最主要是她也不太會說謊 所以如果有什麼事情要隱瞞的話 太容易就被揭穿 就有一次就是她在我們家 就是控制我們飲食 然後連小孩也是喔 對 是住在集中營你知道嗎 洗澡囉 放奪脊 跟紅 我站在你這邊 因為你天秤座嘛 對 天秤座都帥哥 我們是喜歡說教 也是為他們好 對 可是她會要求早上起床的時間 然後中午吃飯的時間 睡覺的時間 然後晚上睡覺 超奇怪的 都要控制你喔 然後就我們就受不了 然後連小孩 希望你規律 這有原因 因為你只要有一個不對 你後面就亂了套了 對… 對 一旦來說太太會幫太太講話 但因為秀卿姐自己天平 她就立刻躲到這邊來了 不對 什麼邏輯啊 不對 其實這樣子很累耶 星座大師 星座嗎 星座嗎 小郭有沒有 演藝事業她說 宗憲 奇怪 你這樣一弄 演藝事業第三春出來了 對 太可怕了 她莫名其妙變成星座大師 講得比許多台面上的都好 你都沒有在看我們節目 只要她出現了 而且她講得很準耶 很誇張喔 太可怕了 人家開發 都開發 所以張維中就跑去出唱片了 她也不是講錯 沒有她的地位了 對 金氏夫妻呢 秀卿姐 妳們怎麼好像一副無視人靈 妳們好像沒有秘密啊 我想到有一次 對 想到喔 然後就是 那時候我在婚紗店工作 然後我還想說今天 就是明天是我老公生日 過了12點 就是他生日 浪漫 然後我今天就上早班 然後就請假這樣子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她呢 我想說她一定會來接我下班什麼 沒有 她已經把她的行程 全部排滿了 然後我真的就在家裡等… 等到晚上10點 11點 12點 到早上了 凌晨3點還沒有回來 後來我真的太累了 而且她電話 從可以從有通 到關機 夭壽 太嚴重了耶 因為被妳打到沒有電了 你要過生日也要帶個女朋友去啊 怎麼會自己去呢 而且那個時候是女朋友 女朋友 後來因為她就喝酒醉 她就是褲子一脫了 夭壽 沒有丟到那個洗衣籃這樣子 結果你知道嗎 在褲擋這邊 褲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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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擋… 不是中間 就是邊邊 對 而且 的確是潑一個大洞 衝破生死線 對 妳繼續講 後來喔 妳繼續講 沒關係 妳知道嗎 她竟然就懵懵懂懂 還可以編一個故事 就沒有 就跨越人行道的時候 就跨到的時候太高 聽起來很合理耶 合理啊 我真的是這樣子啊 哪裡 我會相信耶 她就 哪裡有人行道 中校都會有人行道嗎 因為我累了 所以我想回去 我過一個馬路就到家裡了 我想說 趕快就直接穿過去 我也不過斑馬線 我問她說你整個晚上去哪裡 她說沒有啊 就打馬虎眼 我覺得你已經坐立不安了 開心唱歌 沒有坐立不安 我必須要反駁一下 幹嘛不接電話 不接電話 我們就讓她的 我們現在要走的是未來的路 我們未來的路是美好的 好不好 一起手牽手 對啊 甄莉 我真的覺得希德還不錯 對啊 只是打打球而已 打打球 憲哥我覺得這比較恐怖 知道我回家我褲子不會破 我很多事情我都告訴你 我覺得就像 不好意思 不要再講那個秘密好了 免得等一下回去就不好過 但是我們前面都還只是小菜而已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大平台還沒有啟用 大平台準備來啟用 這些都是他們已知的事 對 你們也知道 在夫妻能夠走得越來越長 就是不是說不能有秘密 而是說這個秘密 我真心誠意 呈現到你面子 對 告訴你說我當時的原因 然後我騙你的原因 這是一個善意的謊言 然後我今天告訴你 是希望我跟你是可以 鞋頭 鞋老啦 我陪你啊 鞋頭 鞋頭 要躲鞋 對 要躲鞋 憲哥你累了 都可以 我們直接讓他們來 他們都已經勇敢報名了 第一組人馬 當然就是珍莉 那個希德哥跟珍莉姐 長輩先 好 那兩位請上來 來 我們也交換衛兵 坐下 那麼南方先開始 好的 其實上個 不是上個月 幾年前 幾年前嗎 大概上個月 我覺得應該是上個月 幾年前… 以前其實我不是 大概每個 每兩三個月會出國一次 我都說是跟客戶出去 其實有時候是去打打球 休閒一下這方面 一直跟你欺騙說 是要帶客戶去 可是其實百分之九十都是 一個人吃 一個人嗎 一個人吃 對 我不相信 可是為什麼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今年去了三次 泰國一次韓國 對啊 泡茶 這個很平常… 那個是民盛景點是一定要 對的 對… 沒有 白天就是打球 比如說 18棟 晚上有第十九嗎 打完球就按摩一下 然後呢 然後 晚上看什麼飯店 白天打球沒空 晚上看看飯店 其實就像買房子一樣 你白天要看 晚上要看 比如說晚上熱不熱鬧 旁邊有沒有夜市 如果客人想要吃東西的時候 對不對 有沒有吃東西的店什麼的 對…要考察 白天要看 晚上要看 再比如說去按按摩 或什麼等等 按摩講過了 講過了 再去看看秀 對 偶爾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成人秀之類的東西 會去考察 誠實的說出來啦 對… 講沒關係 他剛剛是說他偶爾的時候 對 偶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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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講是因為 怕你們沒辦法接受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至少褲子不會裂開 潑一個洞回去 對… 不是 因為他們都會被脫掉 直接脫掉嗎 我去過 而且你知道他們怎麼給小費的嗎 怎麼樣 是把那個紙操是這樣 放在嘴巴 然後這樣餵小姐 不是嘴對嘴啦 是他們嘴來 來雕首 阿妹阿妹 你還在嘴巴 拍照…我兒子 我兒子不講 因為誇張了耶 你要跟甄莉姐說 說不好意思說對不起 太恐怕了 你這個越… 像擠牙膏一樣 對啊 講那麼多 開智善你也太可怕了 真的 那個其實都是沒有 那個是過去了 就過去了 什麼叫過去了 從今天開始 去泰國就是帶著我們去 不然不准去 有啊 我經常過年你們說要出國 我說帶你們去泰國 我們都不要 就不要過年 你就說要去日本 去滑雪 那不好玩 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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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以後去泰國就是帶著 我改去 什麼 改去韓國 OK… 這個有成立 沒有 成立這個 就是以前的事情 小孩都兩個了 對啊 對不對 該生的也都生 該負責都負責了 你去泰國也不過就前上個月而已 11月份去啦 好多次太多了 今年去三次 而且你上個月 那一些事情完全都沒有做 真的 那做了什麼 做了就是你晚上打給我 先說回飯店 很慘 真的 Sandy說對了 我跟你吵架會氣死 他真的很氣 他就是講半天 一點都不重要的事 沒有…跟我講 然後再來講一個很嚴重的 可是我要講重點 因為他真的很會查 對不對 連出國都要打電話 還要那個Live 還要什麼FaceTime這樣視訊很煩 只是說要去吃個宵夜 要說12點為什麼還不回去 我們吃個宵夜 因為泰國的12點 是我們這邊的1點耶 你要不用那麼晚1小時 你大概12點前要回去 所以就是一定要先回飯店 FaceTime完之後就再出門 現在要去吃宵夜 對不對 如果我說我要去吃宵夜 你要打電話打到2點3點 那是很煩的事情 誤會啦 我最會勸架 夫妻一吵架 夫妻一吵架 我到人家家裡去 馬上通文講開來 到最後結局永遠都是 對啊 對啊 我上次 每次上憲哥節目 我都覺得自己快離婚的感覺 真的 離婚還好 你今天有權利 你要帶球 對 他就危險 劉剛宏健身要求太難搞 王婉菲耍小聰明反閉嘍 每次她都要逼我健身 然後我就真的很不想跟她健身 因為她只要一靠近我 然後就叫我做這個 做那個 我就在網路上發現一台機器 然後那台機器就可以用電 然後電出腹肌來 她叫我退 我說她很便宜 我根本沒有看她用過 買來自我沒有看過她用過 我很想要用 可是每次到了晚上 然後就睡著了啊 好啦 記得這個可以原諒 對啦 小事在台灣都不給我空間 偶爾出去 妳還一直抱怨 我們還一直在幫妳說好了 甄莉妳有什麼 好 換甄莉姐 換我喔 我要說的是那個 就我們 因為我媽家本身是兩戶打通 在永和妳有去過 對 然後 然後因為那個就是 我們把它裝潢好之後 後來我就覺得我媽 因為現在我妹也嫁了 我妹也結婚了嘛 所以現在家裡就剩下我爸跟我媽 兩個住一個80坪的房子 對… 我覺得太大了 因為平常我一個人在台北 我也是一個人住在這邊 然後我媽住隔壁 變成我們都用電話聯絡 所以 上個月 就我想說要先告她 什麼 我怕 什麼 難得 下個… 甄莉姐會口下 會口下 下個禮拜她可能就進不了那個家 難怪自己報名要來上這一集 根本就是妳要講清楚嘛 什麼 妳是很缺錢是不是 不是 去年才花幾百萬裝修 妳把它賣了 沒有啦… 沒有 因為我就真的是想說 反正房子賣掉還可以賺點錢 然後把媽媽家再重新裝潢一下 然後搬回去跟媽媽一起住 這樣不是很好嗎 兩全其美啊 沒有不好啊 不是 那個你知道我把 其實我有把價錢定稍微高一點 我想說其實賣得掉 我們就賺錢啦 OK 賣不掉我們就自己住也OK啊 所以只被想到她就這麼快 憲德哥妳的手在幹嘛 妳的手都賣掉了 然後那個… 賣掉的錢呢 因為我要去裝潢我媽家 剩下就是要進我的口袋 所以就是這樣 憲德哥變臉了 OK啦… 後來擺人就來給 沒有…你們這個房子的事還是小 好不好 今天那個秀琴要告白的是 她已經把女兒送給別人 太嚴重了吧 我這個女兒送給別人 那我這個還好啦對不對 我們那個全能解決還是小是不是 這樣我就還好啦 她已經去甄莉姐家了 這太誇張了吧 兩個人可以互相接受嗎 可以…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妳自己的 她的也可以嗎 去玩一玩 然後對不對妳賣房子OK啦 對啊 OK 她去玩我可以賣房子對不對 OK啊 OK 下次一起去啦 她打別人的事啊 她很爽 這真的一個禮拜七天打六天半 六天半 好愛打 好啦 兩個人都沒事來… OK…來… 謝謝… 跟紅… 還有屁屁姐姐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爆料 她們兩個實在是太辛辣了 我們這個大平台是有魔力的 你上來就會忍不住都說出來 對… 真的 一樣 男生先囉 麻煩 這是魔浪 沒有 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的工作 現在比較多是要 可能到內地去工作 所以照顧小孩的時候 平常如果我不在 都是我老婆她要照顧小孩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都答應她說我一定會 這個多多的這個 幫小孩洗澡 餵他們吃飯 哄他們睡覺 還是人還是有朋友的嘛 對吧 對… 所以呢 常常朋友就會突然來電說 今天晚上聚一下 我就不好意思 又在這樣的時候 跟她講說 我晚上可能不能回去 所以我通常都跟她講說 我一樣是說工作 可能開會要花一點時間 事實上 其實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可能 吃飯 去幹嘛咧 打籃球 是嗎 打籃球很正常 對啊 打籃球幹嘛變呢 打籃球吃飯很正常 打籃球 所以我剛剛聽的時候我就說 婉菲姐會不答應嗎 對啊 妳老實講她也不答應嗎 我相信 我真的 我最受不了這種 她是直接跟VV姐講說 所以我真的得出去 對 我剛剛就想問 我們小比多娃只聚過一次 誰跟你聚那麼多次 用這個名義已經聚過五六次了 對不對 這個事情就大條了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有一次在後台 我正在等著要上來錄影 然後接到一個店 這怎麼陌生店 不知道就接了 憲哥啊 我是某某某 朋友的老婆打我手機 完了… 然後我就 我老公在你家烤肉 他在我家烤肉 我馬上就 等一下 然後打過去 在我家烤肉 在酒店 他說在我家烤肉 對 解釋 解釋 對 所以應該是這個要解釋 手機連電池都把它拆出來 憲哥名字太好用了 太可怕了 東雄話嘛 對不對 真的耶 你知道他只要講憲哥 誰敢說 好 你去… 誰敢說不要去 現在憲哥根本沒有時間出去 沒有 所以我真的是去打球 然後就吃飯這樣子 他就趁我們都睡覺的時候 就出去了 你不要看他 你在講的時候你不要看他 對 你不要轉回來 這麼嚴重 對啦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朋友 因為難得都會約 所以比較臨時年底 所以他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說 好 OK 那你以後 再也不可以把手機關掉 我們這邊有結論 他們三位都說 真的 沒有耶 沒有這樣啦 Stanley 你老婆懷了雙胞胎 你竟然提這種問題 妳要三個小孩了 妳還敢這樣子 對 老婆 三個都難了 我下禮拜三四五 我都約了憲哥吃飯 先講 憲哥有答應嗎 憲哥都要錄影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沒有約他吃吃飯 我現在才知道這件事 他這個原諒可以原諒 可以 小事啦 沒什麼 他們都是沒有什麼隱藏 但VV姐有隱藏的啦 這真的是小事 所以他常常就是控制…對不對 然後我就花錢…這樣 每次他都要逼我健身 然後我就真的很不想跟他健身 因為他只要一靠近我 然後就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然後他只要講兩句話 我就會想要罵他 然後一股怨氣就出來 然後他還一直嫌我肚子 嫌我肚子很大 然後我說廢話 我生三個肚子不會大 那才有鬼 然後就每天就一直逼我運動 然後我就說 我明天要在家休息 因為我想說今天錄影錄很晚 我明天要在家休息睡覺 對啊… 所以要自然醒 他說不行 然後我想好難聽喔 好辛苦喔 然後為了這個肚子 我想說我 我可以不要這麼辛苦運動嗎 我想要有種方法 然後可以肚子削下去之外 還要有馬甲線這樣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 然後發現一台機器 然後那台機器 就可以用電 然後電出腹肌來 我就… 我就不管 不管他有沒有效 我都要買回來 因為我覺得 這可以解救我的方法 他叫我退 我說他很便宜 其實沒有很貴 然後我就騙他說 大概只有不到1萬塊這樣 幾千塊OK啦 對 但他其實… 所以他剛剛講騙他 騙他 其實 他剛剛講騙他 對 那有騙你的 其實 其實那一台 其實不用錢 要 對啊 好貴喔 史丹莉苦心靜音 全爆通 依愛心大致吳東憲讚賞 有一天我就發現我家裡有一個 就是暗房 滿滿的都是一個一個 整箱整箱的玩具 我就覺得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 堆太多沒有地方放 我乾脆把它處理掉 因為我不開箱是有原因的 他就是要放著讓它保持 我拿去捐給 就是公益團體了 不錯啊 他很有愛心啊 他在幫你做 這個要原諒嗎 對 叫老婆 我如果怨什麼 有可能我的孩子會用他 沒有什麼 OK啦 幾千塊OK啦 對 但他其實… 對 他剛剛講騙他 騙他的 其實 他剛剛講騙他 對 那有騙你的 其實 其實那一台 不用錢 好貴喔 你知道我那種是 有一種那是算是治療的 治療那種機器的 它是深層的 我那天看到一台腳踏車 電動腳踏車喔 三萬多塊錢 我還看這台三萬多塊錢 怎麼那麼貴啊 我說腳踏車三萬多塊算貴嗎 便宜… 最後他還不讓我買 我看到重車 他也說不能買 結果他自己 買這五萬多的 而且那台機器 而且那台機器 我已經看過了 那台機器 只是普通的按摩的機器 它是漏電 漏電 漏電 所以漏電 買五萬多塊的漏電 哈囉…機器在家 我帶過來 你看這一台五萬多了 相當低調的五萬塊喔 這個拿來 這個應該是四年前的吧 有貼片嘛 貼在身上 貼在身上 然後有一個畫圖 然後我要畫那個嘛 畫圖 不是 那個 沒有 不是一枚子 綜藝節目裡面玩就好 家裡還弄一個之後再玩啊 夫妻 沒有 重點就這樣算 我根本沒有看他用過 買來自我沒有看過他用過 我很想要用 可是每次到了晚上 然後就睡著了啊 因為妳 因為妳8點要睡覺耶 8點就要睡覺太早了 8點要捅三個很累耶 對啊 Vivy嫁給妳就跟在當兵一樣 真的好可憐喔 好累 一有時間就睡好了 妳這個真的消失了 真的好的 來 謝謝 國異 沒有換吧 還是要渡掉 來… 換下一題 妳跳過 妳都已經來到法 妳都來到法庭上 妳都來到法庭上 妳還跳過 可能就夠了 我就不用講 妳不要講到到時候他早餐 小心…幫忙扶一下 史丹尼 我跟你說妳好好講喔 因為我可能隨時 如果聽到不高興的可能就 對 兩個耶 對 就是其實我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我偶爾在玩遊戲 我有那個LINE有個群組 遊戲群組 全部都是男生 偶爾會有新的朋友進來 新的朋友進來 因為我們也沒有見過面 我通常就會禮貌上說 哈囉 妳好 很高興認識妳 我是…我叫Stanley 這樣子就結束了 OK啊 殊不知 我的群組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小夫 他都會幫我加油添醋 你知道嗎 他就說他老婆是藝人 所以大家就開始在那邊說 誰啊… 到底是誰啊 他老婆到底是誰 我講 我覺得 你會覺得自己老婆根本沒這麼紅 講起來很害羞是不是 那我就會一直…我就會騙 我就開始就騙他們 就說哈囉 我叫Stanley 那我老婆 你們大家一定都聽過 我老婆叫Gigi 說這什麼無聊的謊啊 Gigi 依依也沒有比她不紅啊 你可以說一推還是兩個嗎 說Gigi大家都知道 真的 結果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這樣 我就常常常會講這些話 然後那些人就突然間 會對我很好你知道嗎 會主動帶我去練功 這麼好 然後掉寶物會直接送給我 所以我就覺得也不好意思 就交到朋友了 也不好意思自己戳穿 也不知道自己戳穿 我覺得這樣很好用耶 反正就一片再片 所以只要新朋友進來 我就說我叫Stanley 我老婆叫Gigi 我覺得這是Stanley掰出來的 因為他常常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他常常會有一些 譬如說喜歡或愛慕的女生 然後他就常常會 沒有 我個人覺得他是這種個性 就是巨蟹座 他就是 然後他會故意把那個名字 或title或暱稱 他LINE名字常常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我都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要換名字 不知道他的LINE的名稱 每天幾乎都不一樣 累了 不想愛了 我從來都沒換過 真的很水瓶座 對 水瓶座就是講一個 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對… 對 而且他覺得很重要 不是 我要講的是 而且他還覺得他相信他 對 他覺得他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那個 Stanley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故事 你剛剛有提議說要叫換是不是 可是現在就換 現在就換 不是 你想換哪一位千里想 不是啦 Stanley 我覺得你不要 什麼換老頭 我覺得你可以單身一陣子 對… 單身會比較紅一點 讓自己放鬆 真的 對… 我都忘了跟告白的是什麼事 對啊 他告白的是 他不記兩個字而已 他就是GG GG了就GG了就而已 謊報 網路上玩 你還真的要讓人家用真名嗎 這其實也沒 不需要 Stanley Stanley就不是真名 Stanley就有萬多個人 對啊 所以其實不需要 我覺得沒有怎樣 沒關係 對啊 現在出去玩 就是要讓人家知道你有老婆 對 這樣才好 最害怕接到那種電話 什麼電話 中間 我在 妳哪位 怎麼樣 我講 講 妳好… 來 講 講六萬多個 對… 好啦 茵茵有在不高興嗎 還是其實 茵茵她真的只是換 還是其實你沒有聽懂 她氣到肚臍眼都吐出來 她一直看我的肚臍 雙胞胎 兒子都生氣了 兒子生氣了 中指都出來了 兒子肚子比較尖… 有沒有像Snoopy 依依 妳是不是不知道GG是誰啊 我知道GG是因為裡面的有疾 就是兩毛疾 妳老婆幫妳懷雙胞胎 妳還說她就吐出來 她是Stanley 小Stanley 什麼Snoopy 也是Snoopy 她一直說這樣是Snoopy 超美麗霸的 哈囉 超美麗的 因為在家裡她有看到眼睛 我們沒有看到 好 妳有要告白的 今天哪算告白 告解 對不對 沒生氣啦 還不會啦… 好笑喔 這跟我出去打籃球差不多 沒什麼會啊 我還好不是去泰國 對啊 沒事啦 她已經替我們先打籃球 依依有要告解了嗎 沒有 好啦 我有 可是我告解的事實 真的滿恐怖的一件事情 沒有 她沒有 肚子沒有Snoopy 沒關係 妳趕快說 就是我覺得 一個男生偶爾有一兩個興趣還OK 不要太多個 她收藏品就有各種奇怪的東西 一個就是餐具 各種奇怪的餐具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 她喜歡買公宅 玩具 玩具 公宅 喜歡搜集 對 第三個就是3C產品 然後我覺得真的看那些東西 有點不太順眼的原因是因為 我嫁給她這麼久 她都沒有給我一個空間 稍微有點空間給我 放一些什麼衣服鞋子的 然後每次空間都很小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看那些東西越來越不順眼… 然後有一天我就發現 我家裡有一個就是暗房 平常不會發現 她也沒告訴過我的 好可怕喔 但是我就推開了的時候 我推開我有點嚇到了 因為裡面就是滿滿的都是一個一個 整箱整箱的玩具 人 玩具啦… 還有3C產品 都是沒有開過的 都是一箱一箱非常完整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 堆太多沒有地方放 什麼 就是我一個同學 她的小孩來我家 然後她有帶伴手禮來 我沒有玩具送她 我就去妳那個廚藏室裡面拿了一箱 拿了一箱 該不會是小小盒的吧 小小盒的 對 你有在找嗎 越小盒的越貴你知道嗎 越值錢你知道嗎 不是啦 完了… 陳志遠喝醉沒回家 竟然偷偷去開房 你都知道如果有時候會就是 喝很多 然後喝到 然後我沒有辦法回家 你少來 他每次沒回家 他說 對 不是 我不是睡店裡 不是睡店裡 那你睡哪裡 我是跟林森北路的那個 一間旅館 什麼 對 想想都會一個人 要坐短的啦 什麼 不要再害她了啦 不是啦 這個東西都是可以掉路隱帶的 對 我們今天就不要回家 我等一下就去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會住那裡 好 沒問題 等一下你們兩個怎麼突然約要 去住那裡 那個是限量版嗎 因為我不開箱是有原因的 它就是要放著讓它保值 對 我再跟你講一件事好不好 怎麼會 什麼啦 放我公說 因為它的那個箱子很多層 就是不只是前面看得到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然後我只保留了第一層 其他 後面的全部拿去送人跟 捐給別人了 槍斃 這個嚴重 這個… 捐給孤兒院 這是妳的收藏品 我拿去捐給就是公益團體了 不錯啊 她很有愛心啊 她在幫妳做 這個要原諒她 她捐給孤兒院什麼 真的 好病啊 Sandy 我也要對妳告解 我不要聽… 妳的孫子還想說 我不要聽 甄莉姐至少會有錢回來啊 妳真是 妳就這樣送走了 妳算不錯了 滴刀卡 她跟妳說公德 她在做公德 對 我在做公德 而且我跟妳說 妳之後到某個公益網站 我會把那個網站給妳 妳只會發現妳名字常常 在上面出現 原諒她了啦 這個名字 而且她用妳的名字捐出去的 很好 對啊 她幫妳做公德 不是做公德 回向給妳 我今天沒有講出來的話 妳根本就沒有發現 所以那些東西堆著幹嘛呢 對啊 對啊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嘛 其實這樣講好像也對 Judy不去 Cindy不來 妳叫Standy 她回家還給妳看 Snoopy 所以幹嘛要看公仔呢 對啊 好可怕 接著下來有那個褲子破一個洞 真的啦 來 小心… 來… 志遠 來…志遠跟秀妻 時間夠了吧 金氏夫妻 為了你們直接開下集 感覺起來好嚴重 不會啦… 我們這邊都不插話 對 秀琴姐 小心不要公說 我講這些的時候 也希望說妳能夠原諒 然後幫我這個忙 對… 還要幫忙 這樣應該是闖大火 不好意思 妳現在是站在告解台 不是啦 對啦 這個問題我需要妳 然後我才可以幫我解決這個事情 要用錢解決 對 經濟部長是我 沒錯 對 現在要用錢解決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餐廳 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然後到現在為止 看著我 到現在為止 我要看鏡頭好不好 不行 然後到現在為止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的朋友來 你都知道 我有時候會就是喝很多 然後喝到 然後我沒有辦法回家 我的朋友覺得我醉了 我不省人事 他不能把我放在店裡面 你少來 他每次沒回家都說 我睡店裡啊 對 我店裡怎麼睡 我不是睡店裡 我是跟你 不是睡店裡 那你睡哪裡 我是跟你講睡車上 朋友他擔心我的安危 隔一天早上你又要去批貨 我覺得他就很好心的 就從店裡然後扶著我 然後就到了 什麼 對 我就直接 他們就直接把我放下去 然後那是我 放下去 放哪裡 就看誰撿到 誰賺到 放在就是開一個房間 然後當我在那邊睡覺 他為什麼你的朋友 不送你回家呢 沒有…他不知道家裡 因為他們也喝多了啊 但我講一個重點 我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只有一次 所以我大概睡了五六次 我身上都沒錢啊 租費了不起一兩千吧 沒有… 住了五天 大概五六 就哪裡那麼快 一個晚上大概 兩千多塊而已啦 兩千多塊 但是我大概住五六四 就是大概一萬多塊 因為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然後我朋友要跟我講說 這個錢不能拖太久 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 奢帳在外面 對… 那就不要喝到醉啊 快醉就回去啊 對啊 你在大熱門弄到這麼久 你們家是你比較會喝 對啊 我們出去錄影 這只是錄個玩很大 靈它太可怕了嘛 對不對 我昨天是不是也是把車放走 我就坐計程車回去了 對啊… 我就跟員工借個五百塊 然後就回去了 我寧可這樣子做啊 沒有 這真的啊 因為我就需要秀琴來幫我這個忙 但是我很誠懇跟他講說 因為我就醉了嘛 但真的不止一次我真的會覺得 我就醉了沒辦法 你醉了的時候你知道 早上起來你跟我講 昨天的事情我忘了 秀琴姐 真的 很厲害了 很厲害 他隔一天就會忘記了 他Re到製作單位改單元 我覺得那個比較好笑 內容太不一樣了 好啦 你這個真的麻煩你 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這原料…一定要 可以 麻煩你 真的麻煩 但是我真的很誠懇 我這邊跟所有全國觀眾朋友 講我很誠懇 我一個人長起來是一個人 那你現在跟那些酒肉朋友 講說現在晚上 他們不是酒肉朋友 他們都是付錢的朋友 對啦… 他們都來店裡小王起來 都一個人 因為他都做短的啦 什麼 不要再害他了啦 不是啦 秀琴姐要原諒他… 憲哥 憲哥 我很誠懇 11萬8做短的有點貴 長8短5 短的5 憲哥 確定 我好不容易洗白的 你不要這樣 洗白… 真的確定旁邊沒有人 沒有啦 怎麼可能 這個東西都是可以調路 對啦 所以我很敢在那邊跟你講 調哪裡的錄影帶 飯店啊 飯店可以調錄影帶 哪一間 飯店可以調錄影帶 我們等一下就去 我們今天就不要回家 我等一下就去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住那裡 好 沒問題 等一下你們兩個怎麼突然約 要去住那裡 不好意思 她們都說爆開了 我會想生氣了 對… 她們都不及要去開房間了 這個我們看的都原諒 好不好 秀琴告證 如果你不給我 我要跟憲哥借了 對啊 我們沒有錢… 對啊 因為接下來的 我覺得我都比較嚴重 對啊 現在原諒話了 可以嗎…幫我一下 我明天就要把錢換給 好啦 一萬多塊 對… 最後一次沒囉 沒有 其實今天我真的覺得 來上這個節目 然後站這個台上 真的要很誠懇的講這件事 對… 你剛剛有講到嘛 經濟大全都掌握在我身上 很好 對 你辛苦經營的餐廳 然後今年其實大環境就是 你知道不好 然後餐廳其實最近狀況 也沒有很OK 比較辛苦… 然後你就一直常說 我們今年就是要共體時間 但是呢 我的好朋友 就在半年前就是 一直忠擁我說 我跟你講 有一個巴黎島之旅非常好 而且真的我覺得女人 工作之餘就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鬆一下 鬆一下 然後那個頂級之旅 大概一個人的旅費差不多要 我知道妳跟我講的 對 我有跟妳說了嘛 對不對 然後她不相信 然後有點在質疑我 然後我就騙了她說 沒有 其實朋友就幫我出 所有的費用 我只要幫她付部分的 幾千塊的費用 對 妳是跟我這樣說嗎 其實那時候 致遠就有點半信半疑這樣子 對 然後呢 然後我就給她 然後就給她用下去了 然後那個女兒今年八月份 本來要去大阪的旅遊費 也給她花下去了 還有她今年十月份 本來要辦生日的生日費用 也給她花下去了 所以難怪陳寗八月份要去日本 你跟我講說 什麼 女兒已經送人了 沒有 她說那個 這個劇情是有連貫下來 暑假要回去那個叫什麼 返校日 老師一定要看到學生 奇怪 我小時候也不用返校日 返校日一定要去啊 快開學啦 她說小學五年級怎麼可能 她說一定要回去 我說五年級剛換班 我不得不跟我女兒這樣講 我就說媽媽說真的是 老師有打電話給媽媽要這樣子 妳真的是很賤耶 妳怎麼 妳真的 十幾萬耶 就是其實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真的 妳先不要講話 其實我覺得 我比較愧疚的是我女兒 因為她 我就跟她商量 我說七月份妳回外婆家 學一個月的才藝 妳上門一個月 媽媽就讓妳去玩 去那個大阪 日本玩一個月 對…這樣子 不用玩一個月啦 就是 玩一趟啦 對…去玩一趟 然後八月就讓妳整天玩 就開始管她 對 然後後來是 已經真的是只包不住火了 然後… 對 然後她弟弟 跟我那個弟妹 就是一直問我說 大嫂那個行程 陳琳到底有沒有要去 然後我早早就給她退了 然後我女兒 太過分了 這個媽媽真的不太好 對 後來大阪去不了 只好去板橋 沒有 大阪橋去 然後她就這個沒有去 然後我女兒因為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又參加歌唱比賽 我女兒跟我傲氣到 她沒有 就都不來去看我比賽 然後對 然後就是 我其實這個事情 也是放在心中這樣 OK 沒事啦 花掉就花掉 十幾萬 妳要我原諒妳 我的生日不辦都沒關係 小孩子 妳答應小孩子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 結果妳再爽到妳自己 而且妳還跟我講說 只付差不多四五千塊 然後妳就可以出國 她有講說 十幾萬是美金嘛 有跟你講嗎 十幾萬 現在那個店已經頂掉了 你知道嗎 他們我在那邊幹嘛 我都不知道 陳琳剛剛有一部計程車 我都要想 手反綁啦 男子妻離子散 家破人亡 不是 俊遠哥 我現在只有 我真的其實想要提醒你 也是一件事 是 大家都混淆焦點了 對 你現在最重要是 你的房間的那個錢 真的付不出來 你的一萬塊已經被他用完了 對 也用完了 妳現在重點是怎麼可能 我現在就戶頭沒有多少 就是 也是負債 我還慢慢還卡費 因為妳住那邊 就是妳已經花那個頂級的 已經全部錢已經付進去了 然後妳在刷卡妳買東西 不可能不買東西啊 對 然後其實燙不浪噹下來 其實我花了 好啊 人馬夠 我們乾脆幫他們簽一簽嘛 什麼簽一簽 簽一簽還好 妳突然這樣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呢 我最會幫人家喬事情 沒事 妳要怎麼喬 我跟你講 救不回來 妳就原諒他 一萬八 妳追究那個十九 十八萬二 現在只有十八萬二 妳不要想說二十萬 因為有一萬八是妳 是妳自己已經先花掉了 妳看 我很會喬吧 對不對 我聽妳這樣講好像我也 沒有任何幫助 對啊 不要鬧了 妳真的原諒我嗎 真的嗎 因為後來我真的覺得他生日 就很慶菜過你知道嗎 今年大家都說 有過 那個叫過嗎 他沒有過吧 我們只有在FB祝他生日快樂 我們沒有就好啦 我們沒有幫他過生日啊 他生日是整個禮拜在過耶 對啊 對啊 還是整個禮拜在過 然後整個禮拜過對不對 他只過一次我去 然後他的生日是我們主辦 其他的我都沒有去 為什麼不讓我去 沒有 他生日你知道 是在一個地方 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一個 一個就是新北市的一個海產店 OK啦… 秀琴 我對妳唯一的印象就是肯定 憲哥真的喝酒真的不太好 對啊 我以後真的要少喝酒 來 我敬禮拜 我在旁邊 你在那邊 那你沒有秒差 就說不能喝太多 上次又喝醉了 來 我敬禮拜 憲哥有沒有坐到旁邊 會不會很擔心 喝酒的時候 你們兩個稍微缺錢 沒事 坐… 人家說這個十年修得 修得同傳度 百年修得共整眠 千年 修得… 千年修得來一次 來告解啊 來告解啊 不知道怎麼做Ending 不然憲哥你報一個量 來 要不要告解一下 對憲哥你剛才說要上去告解 對啊 數量夠了 不要再拆散第五個家庭 我們還滿好的好不好 OK… 好啦 那個 怎麼樣 好難做Ending喔 我們去臨申北路勘察現在 好啦 明天都先繼續回到門 小明星大跟班 祝福你們 好棒